今天呢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火焊的設備以及工具 讓你們大概對它們有一個了解跟認識之後 接下來如果有機會你們要去選購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入門的概念 首先看到的是我們日志的這個噴火槍 它的燃料主要來源是在於我們這種打火機用的瓦斯 就是釘碗 有兩種不同的尺寸 小支的跟大支的 小支的使用 打開 出氣閥 點火 藉由石子這個閥門控制 可以控制我們火焰的弱或石 像這樣就比較強 比較實火 這樣叫虛火 弱火 那它一般是用在於我們 比較小片的金屬去焊接或退火的時候使用的 再來是我們強力式的這個噴火槍 它不能調控我們出氣的量 就是一個階段 點下去就是這樣的火 但是這個火呢 可以讓你在面對大範圍的金屬片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大型的物件的時候 去做退火或焊接的時候會比較好用 再來下一個 就是我們常見的這種古風爐 古風爐的話 它的燃料就是這種去之油 它使用上來呢 會需要一些練習 怎麼說呢 因為呢 它需要踩踏 然後同時我們的手指 也要控制我們這個出氣法 然後去得到你要的一個火的強度 像這樣的話火焰算是最強的 那如果像 聽這個聲音 這樣就是比較弱 這樣算比較強 所以你要藉由身體的踩踏 以及我們手指頭的一個波動 控制我們出來的火焰 但是它呢 可以做小量的龍筋 退火 然後還有我們的一個焊接的動作 這也算是最初階的一個焊接設備 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的瓦斯 以及我們的氧氣 的這種 我們叫做焊槍組 那它有三種頭 這個叫做三號 這邊還有兩個 二號跟一號 它的頭的動靜會不太一樣 我們直接點火 讓你們感受一下它的差異 好 這個我們先點瓦斯 然後呢 再加一點氧氣進去 好 聽到這個聲音 這就是我們三號的一個焊接的頭 你可以看它的火焰的大小 跟粗細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用一號的 讓你們看一下它差異 因為它有點燙 所以我用工具 稍微輔助一下 把它轉下來 拿一號子 把它放上去 好 一樣 點火 開火 一樣強度 但是你會看到它的火 小很多 這就是它最小的 那當然它有一個中間的 所以它有三種size 可以讓你去挑選 那它的出氣量就來自於我們的氧氣跟瓦斯 它可以使用的時間呢 幾乎算比較長 強度的話 基本上我可以用在於龍筋 焊接 退火都可以 只是它佔的空間會比較大 因為你要有地方 能夠去擺放 它的氣瓶 在這邊 是比較大的一個氣瓶 好 再來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的 走水機 那走水機的話來講 它的 焊針 它是用焊針 跟剛剛那些槍都不一樣 它的焊頭 它非常的細 它是用在於 一些細微的 非常細微的焊接 尤其是純黃金的走水 就是不需要焊料的一個焊接方式 那 它的 氣體有多細呢 可以看一下 大概就跟針一樣 真的細小 但是強度非常的強 可以到2000多度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黃金啊 白金啊 它都可以焊接 但是它就是非常的鮮細 非常的細小 所以你在焊接的時候 可以針對一個小點的位置 去做一個很有效的一個微細焊接 那以上就是我們現在 比較熱門的機款 焊接的一個工具 還有設備 提供給你們 參考一下